我們今天先做豆漿 豆漿 我們要先把黃豆浸泡 我們可以用磨豆雞來磨黃豆 那也可以直接用這個 豆漿雞來製作 那如果我們用豆漿雞製作的時候 是用一杯半 我們現在一杯半 兩一杯半 兩一杯半的黃豆 然後洗乾淨 我們兩一杯半的黃豆 洗乾淨之後放到這個豆漿雞 對 洗乾淨 然後放進豆漿雞就直接做 那也可以我們也有磨豆雞的設備 我們也有磨豆雞的設備 我們也可以進化完的黃豆去磨豆 然後再加熱做成豆漿 然後再加熱做成豆漿 那同學你可以看這邊 我們就是直接豆漿雞 今天有這個豆漿雞的話 我們就可以放一杯半的黃豆進來 那也可以浸泡或是不浸泡 然後加水浸到那個磨豆 然後加水浸到那個磨豆 一個磨豆 這邊有一個磨豆 這邊有一個磨豆 那豆沒有泡 沒關係 這個豆漿雞可以不用浸泡 那一般的磨豆雞要浸泡 這樣知道吧 這是豆漿雞 對 對 也可以用磨豆雞來做 對 一般 對 上面那個 最上面那個 好 洗一個 好 好 所以現在科技很發達 我們不一定要用磨豆 磨豆雞來做 磨豆雞通常我們是在做大量的 來 來同學 看一下我們放了水 放了水跟黃豆 洗乾淨的黃豆 然後呢 直接 插電 插電 插電之後 豆漿 這邊有 這邊有標示的很清楚 那我們就是做豆漿 豆漿 這邊有標示的很清楚 上面就是寫豆漿 看得見嗎 好 這邊就按豆漿 那就 這邊有好幾個選項 有做五穀 五穀漿的 或者是米漿 或者是玉米漿 或者是黃豆的 那我們今天是做的黃豆 所以我們就按黃豆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做豆漿的部分 首先我們把這個黃豆浸泡了一夜的黃豆 如果你的量很大 那我們就必須要用這個磨豆雞 大一點的磨豆雞 所以我們就把浸泡的一夜的黃豆 把它分量 一次不要太多 再一條 一條的黃豆量放進來 這樣放進來 或者是加水 放進來 然後讓它磨了以後 那個滋出來以後 我們再去煮 這個香料已經出來了 所以你要注意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等一下 同樣出來了 等一下 同樣出來了 抓到就是同樣出來了 抓到就會同出來了 抓到就會同出來了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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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 你怎麼從一起吃 是 它的音量 就是 它叫它 是 鴨水 是 它的音量 是 它就是 它的音量 是 它什麼樣子 都是 它就是 它們的 它的音量 是 它就是 它們的 有 它們的 它們的 所以 它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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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出來的豆... 你看到我們出來的那個黃豆的漿 很...很雪白喔 喔 會很雪白 你就知道我們的那個那個豆漿 純豆漿 很棒的純豆漿耶 真的很棒的純豆漿 外面都沒有這麼棒的喔 我們那個是純豆漿 補好的黃豆汁給他拿 來... 豆漿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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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磨好的豆漿煮沸了以後 就成為豆漿喔 剛... 剛把黃豆磨過了以後 加熱 加熱 這個... 煮沸 就是... 成為我們... 嗯... 一般在... 喝的豆漿 就這個... 你可以看到這個豆漿非常的漂亮喔 是一個... 乳白色的喔 純豆漿 那你就看... 個人的喜好 然後加那個... 濁量的加糖 濁量的加進糖 那我們這個豆漿的部分呢 我們就做到這邊 那這個豆漿的課程 我沒有 Что你會看到 我... 有些...